有乔选乔,无乔选杀 奥尼尔作为NBA历史上最有统治力的中锋 为什么会被魔术逼走 94-95赛季,奥尼尔首次击败乔丹 他场均能砍下29.3分 此时奥尼尔几乎是除了奥拉诸望之外最无解的中锋 要知道奥尼尔当时年仅23岁 但此时有一名叫做哈达威的球员改变了奥尼尔的生涯 95-96赛季初,奥尼尔因为伤病缺席前22场比赛 年轻的哈达威带队打出了17胜5夫的战绩 媒体开始造出舆论,哈达威和奥尼尔到底谁是老大 此时哈达威背后的奈克还为哈达威拍摄广告 大有一副扶证之意 奥尼尔的背后则是奈克的死对土坠步 同年常规赛末,奥尼尔外婆去世 伤心欲决的奥尼尔久久不能平复 但此时各种舆论接踵而至 魔术主帅表示,现在奥尼尔状态不佳 就算他回来,我也不会让他首发 从此时开始,奥尼尔和魔术开始出现问题 赛季结束后,魔术试探性给奥尼尔开出了4年5400万 在被拒绝后,魔术又加码提高到7年6900万和4年8000万 单纯奥尼尔刚准备签约 他就听到了朱旺布华德和莫林签约一元的消息 但魔术在他卖桌上点出了奥尼尔的注点 你的罚球不够稳定,你的篮板也不如如德曼 如果你拿到一元合同,我们的哈达威一定会不高兴 更杀人猪心的是,奥兰多哨兵报还发起问卷调查 主题是,奥尼尔到底值不值1.15亿 结果,有超过91%的奥兰多人都认为奥尼尔不值 群中的眼睛并不是不够血量 而是当时的人们认为,一个打篮球的黑人 凭什么能拿到一级合同 就在奥尼尔和奥兰多拉锯战的时候 胡人大手一挥,开出4年1.2级 奥尼尔带到洛杉矶,自此开启了胡人王朝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